为什么雪花总是六边形的结晶 为什么所有燃烧的恒星都是圆形 为什么植物的叶子会长成斐波纳契曲线的样子 这当然有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解释 但如果用舒本华的意志哲学解释 却是另外的图结 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 舒本华开篇就说 世界是我的表象 为什么世界是我的表象呢 作为康德的继承者 舒本华从康德的先验哲学出发 我们认识到世界所谓的万事万物天地星辰 其实都是感光给我们的反馈 并不是客观世界不存在 而是客观世界不可知 人类只能感知被我们感官加工过的信息 每个人感官对信息的接受度不一样 比如色盲着看不到彩色的世界 人对自然界声波频率的感知范围也不一样 导致听到的声音也不一样 所以从每个个体来说 世界都是你自己的表象 康德认为 人们通过现象认识世界 当客观的世界即物资体是人类无法认识的 康德认为 在现象和物资体之间存在着一个无法跨越的天线 人们只能通过现业逻辑形式实现对现象的认知 舒本华的表象即使康德的现象 同时 舒本华结合了贝克莱的观念 认为万事万物的存在是因为被感知 舒本华之所以说世界是我的表象 因为这里存在一个主观的认知 就是我 脱离了这个主体 所有的事物就不存在了 所以这个我是一个绝对存在的前提 于是舒本华和康德在这里开始分道扬镳 康德的两个世界是现象世界和物资体世界 而舒本华认为 所谓的物资体就是我的意志 我们对自己的存在具备内在的意志 即生存的欲望 情感的欲望 繁衍的欲望 这个意志是世界的本源 他们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 他们没有原因也没有目的 他们是盲目的 强烈的 而自我存在的驱动 比如 所有的水在解净的时候都会形成六边形 所有的行星都是球形 所有的星系都会形成螺旋形 植物的叶子会长成菲伯纳契曲线的样子 因为这都是万物的自我意志 舒本华认为 身体和意志属于同一种东西 我的身体是我意志的现象 而我的意志是我身体的本体 如果说我的身体是现象 那么我的意志就是物质体 我们的指尖有灵敏的神经 因为我们有感触世界的意志 我们的腿部有强健的肌肉 是因为我们有奔跑的意志 我们的牙齿非常坚硬 是因为我们有吃东西的意志 我们的眼睛之所以明亮 是因为我们有看到的意志 不仅仅人类 世间万事万物一样 草木的身体也是一种意志 只是草木的意志太弱 并没有发展到人类的自觉程度 有人认为意志这个词翻译的不好 意志这个词包含了太多人的计划性和主关系 应该翻译成意欲比较好 而苏本华用的是view 这并不是只有人类独特的意志 一棵树一朵花一块石头都有自己的意志 这种意志是万事万物的生存驱动 类似于王冬月老师所说的求存 苏本华认为 意志是无法满足的 它必须不断驱使我们去获取生存的资源 得到自己更大的发展 这就是王冬月老师所说的存在度 对人类而言 意志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 因为一旦得到满足 人类即刻会感到厌倦 人类的预知会不断提升 满足感无法获得长久 因此 人永远在痛苦和厌倦之间徘徊 痛苦由此产生 比如 单身狗坏现二人世界 但真的结婚后 预知会被立刻拉高 又会感到厌倦 所以苏本华说 人生一半是得不到的痛苦 一半是得到后产生厌倦的痛苦 苏本华给出了解决痛苦的两种方法 我们这里不做产事 因为我们基本也做不到 所以 陷入苏本华痛苦的两难 看来是无法回避的 作为人的一种必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